Stratford 被英国定为2012年奥运会举办的地方之后 政府投放了足足100亿英镑去重建这个地区 无论是商业和文化 Stratford 已经变成了伦敦另一个中心 因为这样带动了当地的发展 很多香港人对这区感到兴趣 但它的楼价已经升得很厉害 如果想找一个周边的地区投资 Layton 应该会是一个好选择 Layton 围住伦敦 Zone 3 北面只是一个地铁站的距离 踏红色线 Central Line 只是一个站就到Stratford 但楼价仍然算容易负担 所以很多发展商已经开始留意这里附近 2019 年被 The Times of London 称为 The Coolest Place to Live 最大原因是Layton 的文化气氛非常好 街道经过仔细的打理 亦有很多文青的打卡点 包括特色的café、酒吧和小型表演场地 我们拍摄当天的确在附近见到人生活得挺开心 Layton 另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地方 是它有非常多绿化和开放的景观 它周边的公园例如 Lee Valley Hedley Marshes 都是令人感到非常舒服的 近年流行不再留在伦敦市中心上班 很多人都希望找到这种接名郊区的居所 令到这里的房屋更加抢手 Layton 这里人口不算很高 所以 High Street 也不算很大 不过地铁站一出来 就有一个很大的 retail park 里面有大型的超市 Asta 有百货商店 TK Max 电器店 Currys 服装店 Nix 以及男士最喜欢的 B&Q 真的什么都齐了 当然啦 如果女士们喜欢购买的 乘坐几分钟车去 Westfield 行街 我想这个商场都不用我多介绍了吧 今次介绍的屋苑 Coronation Square 由那里下去 Bank 或 Liverpool Street 都只是十两分钟旅行 非常方便 至于香港人最紧张的还有效望 这个大家都可以放心 因为区内的 Outstanding Schools 有10 间那么多 小学 例如有 Willowbrook Primary School Academy 以及 Witherley Primary School 等 讲了这个地方那么多优点 亦都跟大家讲两个要留意的地方 首先就是屋苑附近有一个私人环保回收中心 外观上未必很好看 不过区块地已经陆续被其他发展商收购 长远发展来说应该问题不大 另一方面 屋苑旁边就是英格兰月祖球会 Layton FC 的场馆 有比赛的时候 就可能会人多一点 不过 毕竟他们不是英超球队 所以都是街坊居多 应该不用太担心 顺便告诉你 英超球星David Beckham 原来就是这里附近出生 不知对你来说会不会反而变了一件好事呢 讲回今次这个发展项目 Coronation Square 整个屋苑主要有五个Block 组成 自己形成一个小社区 里面的配套和规划 与香港一些大型的私人屋苑相似 有自己游乐休闲设施 Cafe 市场商店 診所药房 运动中心 亦都有Preschool Nursery 第一期Block E 在去年年底已经交流了 今次我们在买的Block D 就将会由今年下半年开始交流 里面包括有一房两房三房的apartment 一房入场价 截实后只需要378,300英镑 现在只需要5%首期 即是19,000都不用 你就可以在英国做业主了 看回现场的两房示范单位 客厅连开放式厨房 空间阔落示范 厨房里面的电器都基本包齐 而且全部都是用着一些一楼的牌子 房间方面 主人房加上套赤 全屋两个洗手间就不用跟人争厕了 另外一间房的size 亦都相当低 这是他们一大卖点来的 单位用的underfloor heating 而屋里面的地板 和房里面的地毯都已经全部包裂 所以买家基本上一开门就已经住得不用发 那万一真的发现有些脱漏也不用太担心 因为发展商自己会保收两年 任何问题都由他们解决 此外这里也有NHBC的10年保收 保障相当全面 最后也介绍一下 今次的发展商Taylor Wimpy 他们是英国其中一间最大的地产发展商 他的股票是富士100指数的成分股 他在英国不同的地方都有非常多的楼盘 而且建筑质量都很稳定 市场评价都相当不错 平时他们的楼盘在英国本土都已经很抢手 今次愿意将Coronation Square 介绍到来香港可以说是非常难得 作为独家代理的L2 International 未来就会和Taylor Wimpy 一起在香港举办战销会 如果你也有兴趣认识多一点 就记得早点登记啦